各位各位,這一節1.5,我們會說是用圖解法去解二次方程 說明圖解法,我們稍後就要在格子上畫一幅圖 那怎樣畫呢?舉個例子的做法是做什麼呢? 這個有一個圖像來的,大家看看 Y等於X2次加X-2 大家看看有兩個微枝數,有X有Y,這些其實是一種圖像來的 那怎樣畫這個圖像呢? 你看到現在它做了一個這樣的表 其實這個表是做什麼呢?就是代不同的X 例如你看到代X是0,我又示範一下 例如這個方程,如果代X是0,代X等於0,代去 Adrienne Y是0,二次加0,減2就等於負二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負二是這樣的來的,是計出來的 例如我代X是1,代X等於1,代X等於1 然後代,Y等於1,二次加1,減2 我想你看清楚我如何做這件事 純粹是代入法,代不同X,代到X上,算Y 這個算出來應該是零,所以當X是1,Y便是零 那這個其實是這一拆 其实会看到这种图是属于X是二次方 稍后画出来这幅图会有一种曲线 我们在初中只会学直线方程 这里开始会变成曲线方程 所以你会看到它就画得很密 X是0 是1 是2 逐个计 逐个计完之后你会看到座标 例如这个是0-2 是一个座标 例如这个座标是10 其实在图上就画一些点出来 例如0-2 是这点 10 是这点 2-4 就是这点 30 就是这点 你会看到整个点出来 这点其实就像一个曲线 我们用曲线去连连这些点 会得到一个Y等于X二次加X-2 的图像 你会看到这个图像的样子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抛物线 当然是一个曲线 你会看到我画完这幅图 和我们解方程有什么关系 原来我想你弄清楚 原来这幅图是可以帮到我们解X二次加X-2 等于0 这方程 你留意到图像和方程是很相似的 将会 只要分别就是Y 变成0 这种就是我们将会解方程 这种方程的方程 这种方程和图像的唯一分别就是Y 这里的Y 变成0 即是我们要观察一下这幅图里面 哪个地方是Y等于0 有没有哪个地方达到这个效果呢 大家看看 其实这个X轴上面的所有点 它的Y都是0 为什么呢 比如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叫30 这一点我们叫20 这一点我们叫10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在这里上面的所有点 Y 座表都是0 我们特别看看这两个交点 这两个交点位 大家留意到 你的书都有说的 这一点叫做1.0和0.0 可能和同学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叫1.0那么麻烦呢 不叫做1.0呢 为什么不这个 这一点很明显是平时我们叫-20 你会看到它写着-2.0和0.0 一会再解释 你会看到这里有两点 这两点在X轴上面 我们给个名字叫做X截距 譬如这个数 它的图和X轴相交的位 X截距是1 这个X截距是-2 原来就是说 如果要解这个方程 只需要看图的X截距 X截距 X截距是1和-2 所以基本上 原来看完这幅图 只需要看X截距 就已经可以解释 这个方程的根 就是它的解 原来就是-2和1 但是这里想说一说 为什么它要寫-2.0呢 基于就是 其实我画图 我没有办法肯定这两个数 是不是真的答到正是-2和1 所以我们暂时用图解法 我们只可以说这两个数 就是-2.0和1.0 意思就是这样 原来我们可以解释方程 就是画一个相类似的图像 譬如一会儿看一看 就像这个例子 它说我要解释这个X2次-X等于0的方程 我们只需要画这个Y对X2次-2X的图像 你看到这两个位置完全一样 这两个位置 X2次-2X 这是图像 这是方程 原来画完之后 只需要看这幅图的X截距 就是这两个位置 基于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位置 其实就是Y配一个0 这些位置的Y就是0 所以阅读图答案 这个方程的X答案 就是2.0和0.0 所以你看到答案是这样的 同一道理 基本上就是我现在考虑 未必要你画图 再给你一幅图 你看到图像和方程是完全一样的 分别就是方程等于0 这个图像就是y等于这样 所以画完图像之后 就直接看图像是X截距 这个是X截距 这个是X截距 答案是1.0和-2.5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答案就是这样 再看看后面的例子 后面有三条 这个是没有的 1.17可以自己试试做一下 不少填尾的锅 譬如这个用放以-1来计计 去计计 以-2把Y 以-3把Y 以-2把Y 按照以-3把Y 然后逐买的图像 然后再继续图 要你图像解法解的方程 方程和图像是一样的 所以原本就是读障图的X截距 所以这个是1.2,这个应该是-2.0 我们记住用2.0就不要写-2 好,大同小异1.18 特别要留意的是这个图解法 要见到解这个方程 我们看X截距就比较奇怪 这次只有一个数,你见到截距只有1. 所以只图图,X就是-0.5 这个就是用图像去解方程 最后一条例题1.19 其实指下的分别就是 这次图是没有交点的,我们叫做没有X截距 所以如果我要解这个方程 其实我们就这样回答 因为它没有X截距,所以就是没有十根的 我们说这个方程